算法时代究竟是蜜糖还是批霜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Coco 你是不是经常24小时沉迷手机无法自拔呢 你是不是经常随着手机开始展现你的喜怒哀乐呢 其实啊 你是被算法控制了 那以前呢 我们搜索淘宝某一个产品的时候啊 它会根据你搜索的关键词 不停的给你推送相关产品的一个特价的信息 那比如呢 我们如果搜索从上海到北京的机票的话 系统呢 在接下来也会不停的给你推送相关航班的特价广告的信息 那其实啊 这个就是算法根据你搜索的关键词 推算出你大概率会喜欢或者说想要关注的信息 那近几年呢 随着短视频时代的兴起 尤其是像是抖音和快手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 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主动去搜索某一些关键词 只需要用大拇指在手机屏幕上轻轻滑动 系统呢 就可以根据你所观看的视频的类型 停留的时间和点赞关注的具体的情况 来推算出你大概率会喜欢的视频的一个类型 那可见啊 算法呢 对我们生活的掌握啊 已经从以前的需要主动搜索 到现在的只需要被动接收就可以了 那比如啊 你连着可能刷了三五个美女的视频 那接下来大概率的事件 你的手机会变成一部美女鉴赏录 因为呢 算法不会推荐其他人喜欢的东西给你 它只会推荐啊 你喜欢你想要关注的信息给你 而如果你看的越多 它推荐的也就越多 所以啊 我们与其说是刷抖音上瘾 不如说啊 其实我们是对算法上瘾了 因为算法技术目前建立起来一个叫做多巴胺经济的一个时代 那多巴胺呢 其实就是我们体内啊 具有能够传导兴奋和愉悦快乐的这么一个化学物质 那与其我们说是多巴胺经济 简单来说啊 不如说是快乐经济 那这个呢 就是利用了刺激我们消费者体内多巴胺产生的快乐和愉悦这么一个情况 而为了延续这种体验呢 消费者就不得不继续去付费的这么一个商业模式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经常刷了一下午的手机 感觉好像学到了很多东西 但是呢 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学到 因为我们的生活啊 开始越来越忙碌 我们没有完整的时间去学习 去看一本书 去看完一部电影 那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像是什么 五分钟解读指环王系列 十五分钟带你了解三体 两个小时帮你硬核拆解资本论等等这一系列的视频应运而生了 因为啊 我们习惯了在短时间内迅速刺激多巴胺形式的文化快餐 那我们呢 也越来越习惯了打着所谓节约时间的高效娱乐 于是呢 算法帮你筛选所有他觉得你值得观看的内容 算法呢 也帮你决定了你喜欢什么的内容来给你进行推荐 那在算法时代 我们好像越来越失去思考的能力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 算法的时代到来呢 又是一种必然 因为他帮助很多广告公司了解了 比如说在某一个时段 某一个产品的广告更能吸引用户的眼球 同时呢 他又帮助消费品公司决定了哪一类产品 对于哪一类人群更加好卖 那并且呢 他也帮一些创作者了解了他用户的内心 哪一类的主题更能够抓住观众的眼球和内心 所以说啊 算法帮助很多的公司和企业 能够更精准持续的去抓住客户用户的内心 有些时候算法甚至会比你还要了解你自己 那很多人说了 那现在的算法时代 有什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值得关注的机会吗 那我们知道今年以来 在香港上市的很多科技公司的 这个有了不小的这个回调 尤其是在目前政策面和市场信心的双重打击之下 像是腾讯从今年的最高价格已经下跌了43% 另外像是短视频市场中的老二 从今年上市以来创下400港币一股的新高之后 现在跌到了只有不到70港币 那我们说啊 尽管任何政策面的调整 对于很多行业公司股票来说 在短期之内都是有不小的打压 但是从长期来看呢 其实对于行业来说是更利于行业持久和健康发展的 而市场预计呢 在今年之后也将是人工智能IPO的一个大年 因为在去年的11月份的19届五中全会中 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当中呢 也提出来 人工智能将会在未来放在前沿发展的领域 也就是新基建的发展方向之一 那么可以预见呢 是在未来的十四五规划期间 人工智能将会迎来一个新的爆发 而快速发展 那我们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啊 其实离不开三要素 就是数据 算力和算法 而这三要素呢 又离不开5G芯片和云计算行业的一个支持 那我们说到5G啊 大家不免想起我们非常熟悉的 像是这个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等等 那其实呢 除开这几只股票之外呢 中心通讯和小米集团也是具有5G概念的股票 那英伟达呢 是我们GoMarkets从去年开始 一直给我们公司投资者推荐的芯片行业的股票 那在去年有了非常不错上涨的表现之后呢 今年英伟达再次创下新高 目前呢 已经上涨了40% 云计算服务当中呢 阿里巴巴业务当中的阿里云业务呢 也是被作为集团未来业务增长点之一 那尤其在今年股价下跌超过50%的今天 相信有不少聪明的投资者 已经开始提前布局去关注了 而另外 从搜索引擎转型到AI公司的这个百度呢 在今年也是有了30%的回调 那相信在接下来的145规划期间呢 我们也可以去继续关注百度 虽然啊 我们享受着这个时代带来的这个科技生活的便利 但是呢 我们好像并不了解这一类生活背后 我们享受的 或者说我们正在面临的是什么 就像我们啊 虽然没有读完一本完整的书 但是呢 却懂得这里面很多很多的道理和理论 就像我们好像没有看完任何一部电影 却能津津乐道 乐此不疲的讲出里面任何一个经典的桥段 我们看起来好像什么都知道 可是我们却有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迎接算法时代的到来吗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